世界最高峰 我们大家都很熟知 叫珠穆朗玛峰 在喜马拉雅山脉 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呢 至少它有三名字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珠穆朗玛峰呢 是从藏语来的 是大地之母的意思 那么珠穆 我们都知道是女神 朗玛是第三 所以有第三女神之峰 这四个峰 你看这上面有四个峰 你们把它拿来 四个峰 它排第三 但它是最高的 在清朝 康熙年间 康熙56年 我们换算到今天 就跟今年恰好吻合 这是1717年 我们现在是2017年 整三百年前 皇上下狱 说你赶紧给我去画这图 叫黄语全揽图 就是皇上去看的这个图 这上面 珠穆朗玛峰呢 就被命名了叫珠穆朗玛阿林 阿林就是山的意思 那就珠穆朗玛山 那珠穆朗玛峰是一个意思 它的珠穆朗玛呢 跟今天写的这个珠穆朗玛呢 有点不一样 它写的比较简化 因为它是一阴的嘛 我们今天这字啊 珠穆朗玛基本上都是在偏旁不守的 它这没有 这是第一个名字 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知的名字 叫珠穆朗玛峰 今天一说珠穆朗玛峰就是世界最高峰 有一半在我们国家境内 第二个名字啊 是在1855年 那显然比我们晚了 我们当时是1717年 1855年 那就在大概150年前 我们自个命名珠穆朗玛以后 印度的测量局在英国人主持 这印度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国家 所以英语是它的这个官方语言 他当时的国家的这个测量局的局长呢 叫俄菲尔士 所以呢 以他的名去命名 特侠外 你听咱第三女神 他这是俄菲尔士风 所以今天他有这么一名 这名反正咱也知道就可以 咱也不叫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 60年代又过100年 过去了 这个尼泊尔政府呢 又多一事 用他那个尼泊尔语命名 叫萨加玛塔 意思是天空之女神 他也就是一女神 所以我们依然按照我们300年前的 为他的命名叫珠穆朗玛 珠穆朗玛风 珠穆朗玛风怎么形成的呢 我看你山形成都特简单 除了个别的山 比如北京最有名的山 那井山是咱拿一桥一桥土堆起来的 剩下的山全是挤压出来的 大约在6500万年前呢 这个印度板块跟亚洲板块挤压 往一块撞击 撞击它不就起来了吗 这山就 喜马拉雅山脉就拱起了 青藏高原也就形成了 世界无几 那么到了大概1300万年啊 这个前后的时候 它高度可能是最高的时期 最高时期有多高呢 现在经过学者的计算和猜测 大概有12000米 就是大概是现在的 还有三分之一的高度 但由于呢 它重量太大 它又开始发生断裂和下沉 地壳运动逐渐稳定了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现在的高度 尽管啊 又减去三分之一的高度 但还是世界最高峰 那么它有多高呢 我们过去很简单 就是8848 这个今天好多商业上 都利用8848的这个数据 到2005年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测汇局测量的 这个颜面高度呢 就降低了大概不到四米 它是8844.43米 非常精确 精确到一公分 精确到这么高 那么尼泊尔还是用传统的 血盖的这个高度 就是因为实际上还有血呢嘛 所以呢 它还是叫8848 那么从这个2010年起呢 这个两国的官方互相就承认 对方的数据啊 就承认了 你说你是带着血的 我是不带着血的 有点说我是一个这个裸体身高 您是戴一帽子 戴一帽子 戴一帽子吧 我们知道啊 这个珠穆朗玛峰形成都六千多万年了 是吧 那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 有多长时间呢 就我们要登这山啊 有多长时间 真的比你想象的短 就人类有想登这座山的意识 和付诸于行动 到今天 不到100年 1921年 1921年 那距今呢 大概是96年啊 96年前的时候啊 英国的登山队啊 一开始全是英国人 英国人酷爱这事啊 因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了财了 折腾 你现在你登山 他有强大的资金支持 那时候虽然比现在便宜 他也得花钱呢 所以这个英国的这个登山队呢 就首次从中国的西藏境内 开始登珠峰 但是呢 他们就没有越过这个北澳的这个顶部啊 他自个儿宣称到达了6985米 没到7000米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这事就过去了 1921年 第二年 次年 英国的另外一支登山队来了 那时候还竞争呢 然后呢 仍是走我们的北坡路线 就北坡 所谓北坡就是从我们国家登 那就是北坡啊 他但他这次越过了北澳呢 然后达到了一个高度 非常高了 已经是8225米 但是呢 惨剧发生 七个人死亡 宣告失败 这是1922年的事 1924年啊 又是英国人 第三支啊 这个登山队呢 又来了 这个英国人跟他较劲呢 仍然从珠峰的北坡 中国的境内开始登山 那么他达到了 因为他这个现在的各种说法啊 不一样 他有北坡有第二台阶啊 或者第一台阶啊 他达到第二台阶的时候呢 大概多高呢 是8572米的这个高度的时候呢 因为氧气不足 那时候也得有氧气 没氧气也得死人呢 然后呢 就被迫下山 然后有两个人牛啊 一个叫马洛里 一个叫欧文 这两个人牛就说 我们觉得没什么事 你们下就下 然后我们一定要登上去 因为没有多少了 那按照咱们现在算 大概还有300米 但是这俩人一去 为反 没了 英国呢 这登这山啊 从21年 22年 24年 三年 四年之内 三登都没有成功 这一下就掩齐息鼓 过了十年 三三年 三三年 十年以后呢 英国另外一支啊 又一支 16个人组成的登山队啊 仍在西中国西藏啊 北坡路线呢 又开始盆登 然后呢 还是不成 还是失败 就是不成 其中有两个队员 达到了海拔 8570米 那我看8570米 8848的话 就还剩了200多米的高度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 上一次 十年前 就那俩一去不复返的 其中一个马洛里的那个兵稿 因为每个人 那个兵稿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 那证明了 马洛里就死在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之后呢 1935年 36年 38年 英国人就没完没了的 就跟这山较近 但是都不成功 1952年的时候呢 又来了一个啊 卫士的登山队 十个人 他从南坡就开始要攀登珠峰 他的态势也攀登很高了 8540米 已经也是就还差200多米啊 那天气一下恶劣 结果呢 他也没登上去 但他宣告失败 你知道这瑞士人 为什么爱登山呢 我告诉你 你到瑞士你知道 第一 瑞士是一山果 到处都是山 第二 真正的那个瑞士人啊 就真正瑞士本地人 土著 都是短腿 腿特短 这腿短就特别利于登山 长腿那欧巴都不行 你能一长腿那演戏行 登山肯定不行 腿长 你想你卖一步 你付出的劳动都大 所以你看看啊 我们的那个茶马古道啊 你去看看云南寺穿的那些爬山的马 都是小短腿 你把咱那个汗血宝马拉到那山上 估计走不了三步就把脚腕都崴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一定是短腿短腿那山民都一米五几 一米六几啊 腿又粗又短 适合登山 这是瑞士人 这期间从1921年开始到1953年啊 这期间32年啊 这么多人除了这个英国人 还有丹麦人瑞士人啊 还有什么可能不知道的都去登山 没有成功过 一直到1953年的5月29 这个日子很重要 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啊 这个登山一定 现在登喜马拉雅山脉啊 走世界高峰了 尤其这个珠穆朗玛峰 你离开了夏尔巴向导 肯定是不行的啊 他带着一个新西兰的登山家 叫希拉里 首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你说 这英国人啊 前赴后继 那么多人 费了那么大的劲啊 最后没登上 没登上 丹麦人瑞士人跟着起哄 添乱也没登上 最后来新西兰人 那新西兰都是大草原 都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那国家都是特软和的一个国家 跑这特硬的事 你听着这事就特不提气啊 头一回是一新西兰人登上了 那么这时候 人类登这个珠穆朗玛的速度开始加快啊 到1960年 5月25 也是春天 春天这时间比较好 我们中国登山队有三个人要记住他 第一个人呢 叫王富州 第二个人叫贡布 第三个人叫屈银华 这三个人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峰岭 我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就飘扬在世界地球的最高处 为什么难呢 它因为是气候恶劣 我们只要你今天上高峰啊 就比较是高的山峰啊 你比如我们说这个旅游的景点啊 五月啊 这个这个 泰山啊 华山啊 松山啊 恒山啊 还有一个也是恒山 是吧 你上去 你登山的时候 你知道你只要站在背影面 第一就是风大 第二它就冷 你要是在这个这么高的高山中呢 那你北边的这个温度跟南方 南面 阳面差很多 它三个人复杂 那后面的事我就比较清楚了 为什么后面的事我老听啊 1975年 秋天9月27号啊 中国有一个女性的登山运动员叫潘多 跟着八名男队员 你听这男队员的名字啊 叫索南罗布 罗泽 桑朱 大平措 贡嘎八桑 四人多吉 阿不清 还有一个叫侯生服 这是在世界登山史上啊 第一次男女混合集体登山的 这个登山最高峰的一个记录 当时九个人嘛 潘多啊 潘多这个登山家 这个女子登山家 刚刚去世 这个2014年才去世 活了75岁 他后来登过很多 就是世界著名的高峰 这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女性的登山运动员 那么 后面的事就开始你犯牛 这事就是 一开始您就是一登山 登山啊 就是 第一有装备 是吧 有氧气 没氧气不行啊 因为高空中的这个氧气很稀薄啊 我去过西藏 我算是在所有人里血氧含量高的 但是过4000米明显有感觉 到4500米你一动换就是剧烈的喘息 到5000米基本上不知道怎么敢动换了 你想那8000米呢 那上面还有3000米 那氧气基本上就是 是等于是底下的 恐怕一半都不到 到45000米的时候的空中的含氧量是 我们在北京的含氧量大概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凭空的吸三口气 有一口是空的 没氧 你想你多难受啊 那么 高空开始增加难度 就是无氧登山 牛 这个我特佩服 1978年 意大利的登山家叫梅斯大尔的首次无氧登岭 无氧登岭啊 然后呢 又隔两年 他又一次担任登岭 你知道他创造了很多记录 登山是这样 他有难度的啊 有很多难度 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登山都回避了这些难度 这个难度是什么 第一 简单的 第一 是无氧 不带氧气设备 你今天呼呼的吸着氧 那氧气都好贵的 你知道据说八千米以上的一块氧气就一万块 你一口就给吸干了 所以 不带氧气 完全靠人的自然状态 这是难度 第二 孤身 孤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个人 没有援助 我们今天登山都是前呼后拥的 有的一个人登山 那有二三十个人支持他登山 那么呢 他首先登山变得容易很多 其次心里支持他 我们就即便说啊 我今天我是一个人登山 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 但我身边有七八个人呢 我心里就比较安定 是吧 如果你今天登山身边没有人 你一个人去登 那你的孤立无缘 你今天还有呼叫设备 在几十年前没有呼叫设备 有呼叫设备跟没有呼叫设备 那心里的暗示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你陷入洁净的时候 你不停的呼叫 你就幻想着有人来救你 如果你不能呼叫你就知道不可能有人来救你 那你马上就崩溃了 对吧 所以孤身 单身一个人挑战登顶 难度极大 跟众多的人完全不在一个难度等级上 再有的就是呢 北坡 我们说过北坡的气候条件 难度都比男坡大 再有一个就是女性 女性比男性 从体力上讲 女性是很难的 那么1998年5月 美国有一个40岁的女登山家 这人叫弗朗西斯 她是第一个不带辅助氧气 登上珠峰的女性 但是她非常悲哀的就是 她下山的时候已经下来了244米 我觉得她再下个几百米 她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她因为缺氧 虚脱 倒在了地上 她当时倒在地上的时候 她丈夫是俄罗斯人 她丈夫呢 就是就跟她一起攀登 她这个有一点 她不是孤身 她不是孤身 她是有丈夫 她丈夫呢 就试图去救她 但是救她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步就滑脱了 就是可能不是掉到兵缝里 就掉到兵架里 反正找着了 就她丈夫也就 就是丧生了 当时英国有一个这个 南非的这个登山家呢 就路过啊 路过带这个登山相组 就也是想攀珠峰嘛 就路过他 弗朗西斯的身边 这出弗朗西斯已经剩了油丝一口气 当时这个英国的南非登山家呢 这个叫沃达尔啊 当时试图抢救他 但是你知道啊 气温零下三十多度 严酷的环境 人没有多余的体力 所以就没法救他 只好说 那我下山搬救兵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啊 这女的心里很清楚 沃达尔心里也很清楚 这个就基本上没有机会再救他 因为没有时间嘛 他不是在那能航着很久 那在那个高空中缺氧 你很快就会死 那氧气是多少呢 现在测算啊 大概是海平面的27%氧气 那就是四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 你在三四五千米的时候 是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 你都难受的不行 那剩27% 基本上就是吸四口气 有三口没氧 你知道吗 就跟你在地上 二三四 他说我们三口全白吸 那你都捣不过来这气 所以这弗朗西斯就说不出话了 但是他最后还在说 就不要扔下我啊 就是请不要扔下我 但是最后呢 他还是 就是丧生 丧生 他的这个位置 多年以后都成为一个这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个路标 都看得见 因为没法去掩盖他 美国的一个登山家呢 他写过一本书啊 这个作者叫乔恩呢 他写过一个进入空气西波地带 你看他不说登山 他说进入空气西波地带 在海拔8500米以上 他说任何人都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碑 他主要讲的就是这事 没救他 8500米以上 这个人呢 空气西波 空气西波还有个问题 脑子迟钝 脑子迟钝 我们到西藏的时候 过了四五千米脑子就迟钝 不反应 就是说什么都得想一会儿 所以在那个高空中 道德的标准会降得非常的低 人在绝境中 就没有人救你 今天也是这个原则 你今天登山 一定 我们说的登山不是你玩去 是你登这种世界级的高峰 你一定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就是你要面对死亡 在你遇到绝境的时候 你不要埋怨没有人救你 除非你组织一个庞大的救援团队背着 那么就在很近的时间 2000年中国第一个民间单人挑战朱锋的 这个黑灯江人叫严庞华 5月21日登岭 他不幸就下山遇难 我们在这个珠峰 攀登珠峰的过程中 死了多少人呢 现在统计的数字不是很全面 几百人总是有的 所以在今天攀登珠峰的时候 非常容易看到 过去遇难者警示你 告诉你登山的一个残酷 那么这么残酷的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去登山呢 这登山者都有一个理论支持 这个理论叫什么呢 就叫山在那里 对吧 山在那里 所以我要登山 理论上讲他没有理论支持 就是要征服世界高峰 那么征服世界高峰呢 他就有很多记录 比如记录 我们先说这个高龄记录 高龄记录 2008年5月25 你看他大部分时间都是5月和9月 就这两个时间比较好 春秋嘛 76岁的尼泊尔人 这老人了 76岁 岁数真够大 这人叫谢尔钱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 是当时世界上登山珠峰的最年长者 那么 还有最密集者 什么叫密集呢 2012 就5年前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有一个叫夏尔巴的向导 这些人呢 天生体能好 因为生在高原 他对高原呢 就没有高原反应 人就是生在高原 体能又好 又挣这份钱的 所以今天的 你当珠峰 只要你不是单人的 你是要需要有向导帮忙了 那都是夏尔巴人 那么这个人 9天之内 在5月19 24 27 9天之内 这个三次 登顶珠穆朗玛 这哥们真能玩 好家伙 这三 9天三次 平均三平均一次 把这事当他们家了 哎呦 这事 想起来 这真是一个记录 我现在都不想 就是谁敢有这种记录 说我在9天4登 打破他这记录 工具太难了 那么2013年 来日本人不服气 来日本人 日本也有牛人 这人呢 生于1933年 1933年跟我妈 岁数一边大 我妈就生于1933年 这人叫三浦熊一郎 他真是熊一郎 他第三次登场珠峰 这时候他多大岁数 这时候他80 80岁啊 我们80岁都哈有了 走道还不出拐子 算不错了 人家登上珠峰 人前两次一次是70 一次75 突然出于尼泵 没事玩176 这不是气人家吗 80登上去 据说这消息一放出 那登上一成功 这消息新闻一出来 所有的人有决心 说我岁数大子在登的 大家觉得没意义吗 我们80岁不想这事 人家80岁登了 好 你不是80岁往上登吗 还有牛的 我上面比不过你 我下面比过你 过了第二年 印度来了一个 印度来一女孩 这女孩啊 这个就叫普尔纳 只有13岁 严格说都没成人 现在不负任何法律 这个责任的一个 一个少女 自个儿溜达溜达到珠峰 登顶成为全球 登顶最年轻的女性 13岁 我估计下面给封死了 你说上面80 下面13 两头咱都没法想 这个登顶珠峰啊 这很有意思啊 就是它有很多数据 我们今天并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数据啊 就是 从53年 53年前还都不怎么统计 53年这个珠峰 不是被征服了吗 开始有人登顶了吗 从这儿到今天 至少有300人以上 为登珠峰丧命 现在有的不清楚 为什么不清楚 现在有偷偷登的 53年到2007年 就到十年前的时候 一共有多少人登顶呢 这可比你想的多 有3243个人登顶 非常多了 那么 从1975年开始啊 这个每年登顶的 就是登珠峰的人越来越多啊 我们现在说是登顶成功的 你今天听到好多人 你说好多企业家 他不都登顶成功了吗 对 他为什么能登顶成功 因为登顶成功 变得非常容易了 到了2012年 能统计下来的人 就6000多人了 那么到了今年啊 只有5年过去了 估计登顶的人 不到1万也8、9千了 就是登顶超过1万 就是这些年的事 马上就 就是登顶珠峰超过1万 因为现在是限制人 因为很多人要去 不让他登 最神奇的是 这个登顶啊 过去年上去 一人就不得了了吧 现在一年上去好多人 最多的是哪天呢 是2012年的5月19号 这一天 你知道有多人登顶吗 说出来都吓人 这一天就234个人登顶 好 真够热闹的 那么现在这登山呢 就登这珠峰呢 就变得比较时髦 你看我们刚才说 小一万人都登顶了 是吧 然后一天 最多一天上去200多人 所以这个好像 这中长拉的 好像显得不那么高级了 现在登山的费用很高 就是最基础的服务费用 现在的报价就是30多万 30多万 一般情况下 你得花40万 这是最便宜的 这已经比5年前 都翻了一个跟头 那现在很多的业余爱好 登山者呢 就是只能过去说 望阳兴探 现在是望山兴探 登不起啊 花不起这钱 为什么让你交这个钱呢 是各种天价的登山费 所以现在每年都有人 几十几百人的偷登 偷偷的要登上去 所以呢 现代人就说 你看得见那上百句的那些遗体 至少有一半都是偷登山的 偷偷的跟偷肚子似的 那么登峰的这个市场啊 现在是谁流水线 说登峰越来越商业了 说珠峰现在居然开始给大家赚钱了 有一个有一个人啊 这个也是登山爱好者 这个登山爱好者 我碰见过几个 我还碰见过专业的登山队 这个登山队长 就是他们的对登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专业的呢 对业余的人呢 大部分人是看不上的 认为业余不专业 那业余的人认为专业都是浪费钱 就是反正每个人态度不一样 还有一种就是商业登山 商业登山 那么攀登这个珠峰的价格呢 他就说因为他登过很多高张 大概就是一个五万到十万美金的一个区间 就五万 那现在美金大概何七万五七三十五万 十万就是七十万 大概是这个费用 但是呢 他这个费用构成 他这个费用的构成呢 主要是四个部分 第一是旅行费用 第二个就是那个 这个许可费 什么叫许可费 就是你交我钱才让你登山 要不然我拦着根绳你门过 还有就是保险费 还有装备和向导费 这都是一个费用 就是这几个费用组成了这样一个登山的总体费用 登山一旦商业化以后 尤其登珠峰商业化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登上去为荣 所以我们有很多企业家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登过山 那最早的是王石啊 王石登这个珠峰的时候 我还跟他聊过 我跟他聊过 然后他跟我讲 他就讲他登山的时候啊 说有一次有多么危险 就是一兵倒上去啊 当时就是觉得 一下子觉得踩空了 说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的 就觉得可能这命就没了 但是没想到又站住了 他跟我讲过一些感受 然后那回我还跟他聊减肥 他说减肥吧 登山 你登珠峰峰峰一下掉几十斤正常的 就人的这个急剧减肥 因为你到高山这个到西藏去 你就减肥 这边人吃不下东西啊 然后你就大量的体力流失 所以人到那儿迅速销售 我当时跟他聊 那时候呢 他登珠峰峰峰峰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呢 还不像后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纯商业的这个市场 为什么纯商业市场给我一个刺激呢 是因为我碰到过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 平时病病殃殃的 看着就是永远提不起精神 突然有天人家告诉我说 他登珠峰居然成功了 我当时觉得他要能登成功了 那我也能成功了 人说你就能成功了 怎么能成功了 说你多花点钱呗 那我觉得这事就有点 背离了登山的精神 登山精神 第一个是征服 第二个是磨练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山在哪里 那我们大部分人呢 是不提倡登这种 世界级的高峰的 世界级的高峰 五大洲都有啊 过 我觉得过五六千米就算 世界级的高峰 人家都不算 人家也说过七千米以上 甭管多少 就是到了氧气稀薄的地方 你要凭借设备去登山呢 我觉得都不是一般人 要做的事 我们一般人呢 就是旅游啊 出去登登五月呀 是吧 五月泰山呢 一览众山小啊 说实在不行 像我们在北京啊 登登香山呢 香山你听着高吧 没多高五百多米 五百多米也挺累的 登上去呼吱带喘呢 如果你觉得香山还高呢 那怎么办呢 很久在北京还有一座山有名 全国最有名的 也矮山 最矮的山最有名 叫什么呢 叫井山 井山有多高呢 不到五十米 不是五百米 不到五十米 四十九米啊 当然你也可以背着氧气瓶啊 就是你说我这人怂 我的五十四十九米 我也背一氧气瓶啊 带着咖啡啊 带着随从 带着鲜花 自个上去 以后让人在现一鲜花 也算登山成功 所以山有高有矮 是吧 看你的人生目标 不是每个人一定要盯住 珠木朗瓦峰 我们登山其实呢 就是跟每个征服世界高峰的人的这个理由一样 就是因为山在那里 山在那里你就要登山 那么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盯上珠木朗瓦 尽管他今年有将近一万人都登顶了 但一万人对于我们七十亿整个地球人来说 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你身边一定是有山的 你就在平原地区住着 你也有机会去到这个旅游景点啊 登登登不了高山登矮山 登不了矮山登小山 所以最不尽能登上景山 如果你觉得来景山我都登不上去 那你就别登山 就是咱们不跟这个事较劲 只跟自己挑战 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登山者 无论是登高山还是矮山 你登山者 无论多么伟大 你也伟大不过 你登过的这座山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